就叫做Path,Library有各种Path 直线Path,正方形Path,长方形,多边形,或是圆形Path 这里我先选一个正方形,SquarePath 你拉下去,你会见到有四点的四个角 这些我先收拾它 你可以控制一个教授走Path的范围 我想它走一个长方形,四边形 四个角可以动的,还有Path的方向,见到箭咀 见到箭咀,现在是顺时心的 好,接着我怎样令到人贴着Path走呢 我们再选Coding 今次既然我知道它是Path 看下没有什么combine,和Path有关 搜寻就好过逐个block去查 有,就m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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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先试一下,我们见到move一个object 这里有个teacher的,刚才我开出了 按这个SquarePath,暂时只有一个 in,let's say,10 seconds,play一圈 它就会沿着Path,长方形,10秒钟,就行一个圈 但是呢,这样,Path,你play的时候,它隐形了 更好一点,as if它不存在 人的动作更加自然,对不对 让它再自然走慢一点,比如15秒钟 就慢一点,它就会更加似 走路的速度,对不对 但是我想它走多几个圈 如果它走一个圈,就算了 一会还想它走一个多边形的形状 那怎样做呢,我们的做法就很简单 我要它重复做,大家猜不猜到呢 重复做,在SquarePath 都有这样的command Cold Space,一样有这个command 就是用什么呢 R字头,就是repeat 这个command repeat,就有这么多次的 repeat 例如teacher,你repeat 十次啦 十次,行十个圈 看看可不可以用到Forever 如果我用到Forever 就可以永远地弄下去 不过十次都够,很够做一个demonstration 有looping 但是现在在弄一个 3D世界的长期 会比Square平面更加有趣